好,今天的话给大家讲一下,我们新店铺开了之后,要去怎么设置一个亚马逊的方星功能,因为有时候你FBA产品发出去之后,如果有买家退货,这时候亚马逊收到货之后,他如果觉得你这个产品还可以不影响二次销售,他会帮你进行一个方星,然后再重新上架,如果说你没有开这个功能的话,建议大家都去开一下,这样的话他就会帮你不影响二次销售的产品去进行一个方星, 然后我们点右上角这个设置,然后点击这个亚马逊物流,然后找到不可受商品自动设置,点击编辑,然后点确定,然后帮这个方星,这里我是已经开启的,然后我们要帮方星这个功能点一下,点击更新就行了, 。